Hello大家好,我是西米,你们的细精大网米教授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晚间护肤流程 这个护肤流程它说快很快,就像开法拉利一样快 它说慢那就很慢,就像开挖掘机一样慢 今天我想好好的护肤,所以说我们就来一个挖掘机版的护肤流程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刷牙 牙膏的话我一般用的是这一支 这个是我朋友从新西兰买的康维达风胶牙膏 这款牙膏里面主要添加的是麦鲁卡蜂蜜 因为他们家主要是做蜂蜜的,然后生产了这个牙膏 麦鲁卡蜂蜜它有一个杀菌消炎的效果 牙龈肿痛或者说容易得口腔溃疡,可以选择这款牙膏 我用这个牙膏额外会搭配一个结牙粉 结牙粉就是这个澳洲的无花果结牙粉 它打开以后是这样子的 就是刷牙 洁面的话今天用的是这一款朱丽寇的亮肤洁面乳 之前去上海玩嘛,去了之后发现我自己没有带洗面奶 你们敢相信啊,一个美妆博主出门玩一天一夜 竟然没有带洗面奶 夜晚去他们那边街上逛的时候就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洁面乳的质地是一种比较稀的乳液,然后洗脸 它上脸就是一股很浓郁的玫瑰味的,就好像置身在花海里面 这款洁面属于弱酸低泡型的,虽然说它清洁能力不是很强 但是呢,它盛在很温和,洗完脸之后也不会有紧绷感 我比较推荐干皮还有敏感肌去使用 味道真的是超级好闻的,就是那种特别少女的味道,真的好好闻 每次洗它的时候就感觉是在享受 洗掉 体验面完毕了之后呢,我就要用摄瓶仪来做一个皮肤玻尿酸的导入 摄瓶仪呢,是这款,就之前我不是发过微博吗 是6月份买的,然后跟你们说要做测瓶的 以色列的这个silk的这款摄瓶仪 我这一个月都一直有在用它,使用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用完了之后的感觉呢,就是脸部发麻 然后也觉得皮肤有一个紧致提拉的效果 如果说你是20岁左右开始用的话 它主要就是一个改善肌肤水肿啊,黑眼圈啊,痘痘痘印的问题 如果说你30岁左右用的话,它主要是改善一些小细纹啊 还有肌肤慢慢下垂的这么一个现象 40岁呢,主要就是改善皱纹 还有一个肌肤松弛老化的现象 像我呢,平时一周大概用两次左右 主要就是来改善水肿还有黑眼圈的问题 其实像仪器啊,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太敢用 这个也是我真的是人生中的第一个射频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简单好操作 看过很多别的射频就觉得太复杂了,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按钮的话就只有下面一个开关 它是可以调一二三四五档的 我一般就调到一档或者二档这样使用 擦了凝胶之后在脸上这样按摩就可以了 它主要是三元射频下增加肌肤的吸收能力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好操作的 他们是送了一个这样的凝胶 然后现在就是涂在脸上 我先涂一半的脸用 因为另一半我怕凝胶涂上就会很快的干掉 我一般会挤很多凝胶 涂厚一点 然后按下这个 按到这样就是二等 看到没 你不动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反应 只有你一动的时候它才会有那个射频进去 就这样 我用它的话是比较简易的 就这样子往上推往上提拉就可以了 差不多等这个凝胶吸收掉了之后就结束就OK了 这边好了以后呢开始涂另外一边脸 稍微厚一点这个凝胶尽量 它可以增加肌肤的一个吸收力 用完这个之后再用后续的护肤品会更容易吸收一点 射频仪使用完了之后呢脸就会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摸上去也非常的滑 因为之前有很多妹子叫我测评一下这个射频仪嘛 我用这个射频仪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会觉得我自己皮肤状态好很多 经常起床以后有时候肌肤暗沉的现象吗 没有 总体来说的话使用感受还是不错的 它送的这种盒子也很适合我们出门的时候 鞋带啊什么我觉得挺方便的 它使用起来方法也特别的简单 所以说我觉得性价比还算蛮高的吧 我们现在用完射频了之后 就开始进行后续的护肤 后续呢我们就要上水了 水的话呢还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这款 幸福时光的柔肤精华水 用这个化妆棉擦在脸上 其实我建议大家护肤的时候一定要用化妆棉来上化妆水 这样的话呢其实会比较好吸收而且会比较卫生 味道真的太好了 水上好了之后我们就要用一款精华 精华的话之前我不是买了那个 OLED的淡斑 它还不是叫淡斑 它是去斑 它不是送了三个小样吗 就这种小样它叫亮节吸盐去斑精华液 虽然说我真的觉得这个去斑这个名词很浮夸 哪里能去斑呀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 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立这个flag 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用这个 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效果 因为一定要连续使用这个东西 不能断 我有时候晚上懒得很久 不会像今天这样挖掘机式的护肤 所以说从今天这支视频的 此时此刻开始的之后 每一天我都要这样认认真真的护肤 然后就先用它送的这个小样 正装我拆都没拆 先用完再拆正装 它起出来是这种乳黄色质地的 很水 味道好难闻 这个精华液液在两边吸收 你们肯定觉得我不需要用这种美白的东西 对吧 但是我脸上真的有疤 而且我经常对着电脑 有辐射 脸上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疤点还是很多的 按摩到它吸收位置 然后这个精华涂完了之后 我一般会来涂眼部产品 眼部产品的话呢 我用两种 一种是眼部的肌底液 一种是眼霜 眼部肌底液呢 我用的是这个 蓝扣的大眼睛滑 它里面是带一个按摩头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懒人 按摩起来比较方便 然后就是这样子 在眼睛上这样打圈按摩 直接用那个按摩帽子 按摩不知道完全吸收的 然后再用手来按摩一下 按摩好了之后呢 就用眼霜 眼霜的话 我用的是这个雅诗蓝蛋小棕瓶 我觉得这个质地我特别的喜欢 特别好 之前我也有用那个科研式的牛油果嘛 但是我觉得那一款的话 太粘稠了 你知道吗 就是特别不好吸收 但是它作为一个普通的保湿眼霜来说 还是不错的 挖一点 这样按摩至吸收就ok啦 夏天呢我一般就不用乳液了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会涂面霜了 但是今天是为了整个视频的完整度 我会再涂一个面霜 面霜的话呢 如果说你们夏天也有涂面霜的需求的话 你们就涂这款欠碧的水瓷场面霜 它质地是这样果冻状的 所以说它非常的轻薄好吸收 夏天呢也不会担心涂在脸上会有黏腻的感觉 完全没有 这个涂在脸上 我其实觉得夏天的话油皮就没必要涂面霜了 这款面霜挺适合冬天油皮来涂的 冬天干皮的话可以选择他们家另外一款 黄色的黄油面霜 都是很好的 欠碧他们家面霜我是真的至爱了 然后这样呢就护肤完成啦 这就是我的一个晚间护肤的流程 挖掘机板呢 下次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录一个法拉力版的吧 法拉力版的话可能一分钟就结束了 洗个脸喷个喷雾上床睡觉 这就法拉力版 法拉力开的快它是有原因的 我们护肤也得快挖掘机板的呢 就是得慢一点 慢慢来才会有精致的小脸蛋对不对 但是感觉法拉力跟挖掘机比喻好像又不是很恰当 好吧那就这样吧也没啥好说的了 希望大家能在我这个晚间护肤流程里面呢 看到你们想看到的东西吧 应该这样说 好了下一次再见啦 See you